我刚刚接到二村司令官的电话 我们大日本皇军在登峰的飞机场 遭到了八路军主力的袭击 里边的战斗机被炸毁 损失惨重啊 钟祖阁下 登峰不是我们负责的地区 按说我们没有责任 玉兮确实不是我们负责的范围 但是据我们得到的情报 袭击机场的是八路军的黄河纵队 是我们的管辖范围啊 据我所知 这各条沟 是八路军黄河纵队经常出没的地方 他们的司令员叫葛正伦 他就是葛条沟的人 葛条沟 八路军的老巢 打葛条沟又是咱的差事 已经催了好几次了 如果我猜得不错 这绝对不是田木的意思 是李万中他排除异己 他保存自己的实力 团座 葛条沟是葛正伦的老家 咱把葛条沟打了 黄河纵队饶不了咱们 是 去是一条死路 不去是死路一条 老子被李万中这回给吃定了 团座 要不咱们跑吧 跑 这种馊主意义都想得出来 黄池是老子的立足之地 我哪儿都不去 我这次跟他们号定了我 您能号两天 号三天 您能耗一辈子吗 是啊 是啊 不是 你小子不是聪明吗 你帮我想个法子 我这回真没法子了 除非葛条沟肯签协议 这不是废话吗 葛条沟要是能签协议 还 还 还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团座 要是能让那个日本人小野 去打头阵就好了 小野 我听说他是一个蟒夫 咱要是能把他给扇护起来 就好办了 我跟小野绍组 我根本就说不上话呀我 谁跟子啊 你去跟小野绍组 你想办法 你们 怎么又是我呀 知道什么是副官吗 就是本团做不想办 或者根本办不了的事 全归你 来 老弟 郭成 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 我找你呀 我回黑虎山 给我唐兄捎几张纸 找有事 好事啊 上官团长答应给你加想 一个月十块全给大洋 真的 改天我一定请表哥吃顿好的 好啊 来来来来 郭成啊 这回我可是出了大力了 你得给我长点脸 咱们干几件漂亮事 浮浮重 表哥 有话直说呀 听说你会说几句日本话 我在东北跑单班的时候 倒是学了那么远 还是很有事啊 上官团长要请小野太君吃饭 可是他不会说日本话 你看 让我当翻译 顺便再给签签线 行 这事我想想办法 表弟就是表弟 表哥干不了的事 表弟全能办了 回头我在设法 给你弄个营长子当哪 那我就先谢过表哥了 来 来 上官开机 想借小野的手去打各条沟 打成了 功劳是他的 万一要是出了点什么事 由小野来背黑锅 这小子打仗不怎么样 算计人的本事 倒是遗留的 那也得小野肯相信他开心 将欲取之 必肩欲之 投其所好这点能耐 上官开机还是有的 台阶 您请欣赏 好 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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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能吃得那么多 他说什么呢 团主 太君夸您的东西好呢 跟他说呀 这东西各条沟有的是 团主 这不合适吧 就怎么说 是 是 太君 各条沟有的 对 你们中国的东西 都是大日本皇军的啊 对 都是太君的 也是我的 对对对 他会说中国话 卑职也不知道啊 小心点啊 是 武器装备 你们就得检查 三哥 怎么了 三哥 各条沟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日本人血洗了各条沟 闹了挺欢 杀了很多人 烧了很多房子 老 老八媳妇他们家 怎 怎么样 我估计好不了 他家是八路军家属 三哥 要不要提前跟老八媳妇 说一声 这事儿瞒也瞒不住啊 你跟他说的晚转一点 算了吧 咱们先去葛在沟去看看情况 你让老八啊 陪着她媳妇抱歉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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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悄悄地跟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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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些狗日的小鬼子 你们抢东西抢到各条沟来了 我告诉你们 老子以前也做过刀客 只有老子抢别人的 还没有别人敢抢老子的呢 我让你们抢啦 搞不是的 是共产党吗 你不是八路军 你不是保护老百姓吗 你出去看看 咱们隔条沟被日本人 遭到成啥样了 你今天都死了 你咋要保护的 大妮儿 你先不要这样 日本人这次来得很突然 也很隐秘 我们事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等我们得到消息的时候 你说话呀 你咋不说话了 你还不如视觉这个刀客呢 你不能这么说我就是 闭嘴 你以为只有你伤心吗 我告诉你 我舅舅比你更伤心 雨霞 别说了 我为啥不说 八路军又不是 能家会算的神仙 我们也是得到消息以后 从一百里外赶过来的 你说刀客厉害 八路军不如刀客 那十全寨里 葛条沟不过三十里路 你们刀客为啥不来 雨霞 你们刀客是干啥吃的 雨霞 雨霞 你闭嘴 我们家里人说话 关你什么事啊 雨霞 你想干什么 咱们的仇是和日本人的仇 你可自己人嚷嚷什么 把你老爷听着喊心哪 可 可先生 白先生 这件事情不能怪少儿 而不能怪这位八路军 姑娘 是我们的错 王池县一共就有三个村子 没有跟日本人签亲善协议 其中就有葛条沟 有所谓的仇是 华先生 你放心 这件事情不用你出面 我余老三扛了 如果我不能让 让这些乌龟王八蛋小鬼子 去给葛大叔赔罪 那我他妈就不是 不是余老三 哥家他说 你慢走 在黄泉路上等着 如果不能让小鬼子 去给您赔罪 让我去赔你 走了 于先生 等等 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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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点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仇 也不是哥家哪一个人的仇 这是国仇 不管是啥仇我们自己扛 白先生 请你放手 你们现在去找日本人算账 只能是冒险 是无谓的牺牲 石泉寨认了 对 兄弟们 我们石泉寨认了 石泉寨认了 石泉寨认了 于老三 你一个人认了 你就让石泉寨这么多兄弟 陪你去送命吗 且不说李万中和上官开机 现在谷阳又多了日本人的一个中队 于先生 你也是军人出身 你敢说这样做不是去冒险吗 是冒险 可人这辈子活着 有些显得值得冒 我于老三既然认了 我就认到底了 站住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你在这儿耍什么威风呢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听白大哥的话 姑奶奶我先把你的脑袋拧下来 白先生说得对 石泉寨还有那么多的人依靠你呢 我咽不下这口气 这跟你有啥关系 他是我女儿的老爷 可他根本就没认你 那我也是他爹 你不为自己想 你也应该为石泉寨的父老乡亲们想想 你商壮两个吧 nold哥 大哥 啥事啊 白政伪他们找大妞过去 安慰安慰的 走吧 来 来 烫啊 慢点啊 烫 大妮儿 云霞在你屋子 乘一碗粥给她送进去吧 老爸已经去了 拿着 怎么样 够吧 你 老爸 你先出去吧 你也出去 你们全都出去 云霞 你这是干什么 还有点八路军的样子吗 白大哥 葛云霞同志你别忘了 你现在不仅是一个葛家的人 你还是一个八路军的战士 行了 你别说他了 你摔打谁呢 余老爸是我男人 他好歹也是你的长辈 他自个儿还没吃呢 先惦记着给你送来 你还摔打他 这是你应该做的吗 我告诉你 你是八路军也好 共产党也罢 你就算是天王老子 在这儿 你还是个晚辈 是个娃娃 我在怪你吃 怪你喝 但不能怪你这臭脾气 把碗洗干净 自个儿去盛饭 我不好 你老爷已经不在了 你也想饿死吗 早生他娘 不是孩子的错 你就别说他了 刚才是我不小心 把饭给打了 老爸 你先出去 自个儿吃饭吧 这孩子还没吃饭呢 让他自个儿愁 早生他娘 行了 你快去吃饭吧 我告诉你 你不把我当娘没关系 不把我当人也没关系 但自个儿得把自个儿当人 想吃饭自个儿撑 不想吃饭饿死拉倒 来 Unterny 你别管我 赶紧吃你的饭 你这样子 我咋吃啊 你说 咱又没招惹她 她咋不明白事理呢 你说谁不明白事理啊 这不是你说的吗 我能说你不能说 我又错了 行了 你快吃吧 吃完了回十全寨 那你去哪儿 我哪儿也不去 我得留着手气 你 你说那日本人 还会不会再来啊 我就怕他不来呢 是 警察 警戒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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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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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找一件养勺的物件 求着我了 我知道这东西挺极缺的 不好找 我记着你这儿好像 有一件来着 我哪有啊 不是 我可记着 好像就在这儿来着 有话好说 你 你把刀放下 你今天要是能说出 所以然来 我兴趣能饶你一命 你要是敢跟我藏着掖着 别怪我 我 我给了上官开机了 上官开机 他看上这个物件了 非要有 我只好忍同格爱 送给他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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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非常地遗憾 但是 我有一件事情 始终没有搞明白 为什么小野少佐 会跑到 葛条沟去找古董呢 忠子可家 这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把这件古董 献给小野先生 更不应该跟他说 那个物件来自于葛条沟 那样的话 小野先生就不会违背 忠左阁下的命令 切斧自杀 忠左阁下 我 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 山官团长 到 你的意思 我很明白 小野少佐的死 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好 团长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办好了 跟八路军的黄河宗队联系过了 他们明天就让鲁政委 来跟我们谈判 好 太好了 团长 这事有那么急吗 事关人命 你说急不急 李万中这个混蛋 让咱们去搅葛条沟 是把一个烫手的山芋 往咱们的头上扔 他现在还栽赃陷害 落井下石 但是日本人这里头 咱们可是呆不下去了 咱们得赶快给自己找头怼路 董哥 你说小野少佐 真的因为田木中佐几句话 就抛斧自杀吗 你信吗 我不信啊 我觉得能抛斧自杀的人 不是傻了就是被人傻了 葛条沟一头连着黄河宗队司令 葛正伦 另一头连着石泉寨的余化龙 你说说 这两头哪头是好惹的 咱们现在是危机四伏 朝不保夕呀 那咱们现在要是跟了八路 田木能放过咱们吗 他放不放过咱们 那是将来的事 可是沙小野的那把刀 就悬在咱们的头上 咱们要是抱不住八路军的大腿 这把刀随之都有砍下来 好 那我那我这就去办 大爷大 再喝一口 大爷大 大爷大 我把小野给宰了 可是为了施权这段安全 我没法滴溜她脑袋 来击败您 不过您放心 但凡跟这事有关系的人 我一个不会放过 小野 你 我来 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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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傻呀你啊 你那么大声 你怕别人听不见的 这事这么危险 你怎么能去做呢 就算你不顾自己 你也想想实现下几千口人吧 老爷子是我闺女的老爷 那这仇我不应该报啊 那是你闺女根本就不认你 这话我都听出讲的来了 那她不认我 她就不是我闺女了 我就不是她爹了 那啥 闺女来了 我先走了 伤让给她添堵啊 伤让给她添堵啊 杀小爷这事 你不认识吗 你烂肚子里 听见没有 左傲侦 我错了 刚叫我啥 娘 娘 你家姑娘 你叫错了 我不是你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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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啥 娘 你还生我气是吧 我其实不是不想认娘 我只是不想看到 你和刀客混在一起 月兰的那些事 我舅舅和白叔叔 都跟我说了 其实我早就想跟你 说声对不起 可是你跟那些刀客们在一起 还处处在替他们说话 我心里 娘 你当中是被余老三 抢到十全寨的 你舅舅 你舅舅 他们都是哄你的 我真不是你娘 这不可能 我舅舅怎么可能 拿这种事哄我呢 坐下 那alamese 当宅 vain 我是永生的 不知道 她 感谢观看 黄德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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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叔叔 你们说话呀 你们为啥不说话呀 葛大尼他不是我的亲娘 云霞 你先不要激动 你们苦口婆心地劝我 叫我丢掉自己的成见 去认我亲娘 我不为我葛云霞自己 也为共产党 八路军的形象考虑 我今天是 鼓足勇气地管他喊娘的 他竟然说我喊错了 他根本就不是我的亲娘 他咋不是你的亲娘 他就是你的亲娘 那他为啥不承认哪 他为啥不承认哪 是我葛云霞配不上 做他的女儿吗 还是他自己心里有鬼 心里有鬼的不是他 那是谁 是我吗 老白 告诉他吧 全都告诉他 爹 大哥 就算是我做错了 你们成全我好不好 大妮儿 哥不是说你做错吗 哥是说 我不知道该咋说了 哥 我就告诉你吧 于化龙为了给咱爹报仇 昨天晚上把小野给杀了 你说啥 于化龙杀了小野 是 是 就在昨天晚上 于化龙冒死杀了小野 他本来不让我说的 让我把这事烂得肚子了 可是我不能不说 给咱爹报仇这事 咱俩都没做到 他做到了 哥 他心里一直有爹 一直有蛇嘛 是咱葛家欠他太多了 你说 蛇娃任莲花嫂子当娘 任她于老三当爹 应不应该 您自个儿说啊 看来 这么多年 都是因为哥的偏见和仇恨 才让蛇娃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大妮儿 哥还是求你 再给蛇娃一点时间吧 你看 当年 当我知道于老三 杀了你二哥之后 我恨不得罢了他的皮 可后来呢 经过一些了解 一些接触 我发现于老三 不是原来我想象的那样 你看 我能改变看法 咱蛇娃一定也能改变他的看法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调查 你二哥死因的真相 如果到时候 能够证明 于化龙不是杀害你二哥的凶手 到了那个时候 你才让蛇娃认爹认娘 那不是水到渠成吗 她有权力决定她的命运 但是没有权力决定我的命运 云霞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你娘她这样做 完全是一种赎罪的心态 她觉得对不起高练花 我老爷真的找人杀过于老三吗 你舅舅本来打算去问这件事的 但是后来因为去登峰 执行紧急任务 还没有来得及问 你老爷就 也就是说 现在还是葛大逆的一面之词 云霞 你不能这样说你娘 连她自己都不承认 我为什么要认她当娘 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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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呀 大家好久不见了 咱们一见面就五刀弄枪的这是 我问你一句话 小野那王八蛋 怎么会突然袭击葛条沟呢 不是 老三 这事跟我没关系啊 当我知道小野准备袭击葛条沟的时候 我还给葛司令他们掏耳朵呢 掏耳朵 是 我一知道这事啊 我马上派人去找葛司令联系 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啊 这日本人都是这把畜生 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我 你跟这日本人干什么有好结果呢 所以我跟葛司令他们都联谊好了 我想跟这八路军一起打鬼子 你能打鬼子 几天没见 你这胡说八道的本事见长啊 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跟葛司令他们都联谊好了 他要对我的自卫团进行改变 八路军能看上你这号的 行了 别跟我大马虎眼了 我都打听好了 小野那王八蛋 去葛条沟那是奔着古董去的 你跟我说说 葛条沟那土嘎嘎地方 怎么出了那么多宝贝物件 老 老 老三 这 这 这不知道啊 那我再跟你说一点事 瞧见没有 这是我从小野桌子上拿的物件 养勺货 我说 我记得我在潘老大那儿 我见过这么一物件 就因为这个我还去找了他 你猜他跟我说什么 他说送给你了 你把他送给你那物件拿出来 让我长长眼呗 小野是你杀呢 老三 你也知道 现在到处都在打仗 乱哄哄的 那东西我放哪儿了 你还给我装大一把狼 这屋子是不是你给烧演的 那不可能 我凭什么送咱呀 老三 我就跟你说了吧 你就是杀了我 我也是什么怨子鬼 那行 我成全你 你知道因为你去葛条沟出古董 害死了多少人吗 二十三条人命 十八家屋子全给烧了 我怎么给你放手 你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你连我是谁你都不知道 你还敢跟着扎扎乎乎的 把他给我板了 是 你要干什么 他给我滚远点 小心我逼了他 你可别乱来啊 敢吓我枪 你也不把耳朵洗干净了 打听打听 有几个人敢吓我余老三的枪